有吃到初戀的味道吗?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元素 今天我们带大家去一家非常有名的 网美打卡的星巴克 因为现在是一月底嘛 然后再过半个月的样子 就马上会快到情人节了 日本的星巴克也推出了相应的情人节的 我们设定款打算在这家星巴克去试一下新的饮品 我们电梯一出来就可以看到一家很大的星巴克 然后今天人数还蛮小的 食品区有超多选择的 可以算是东京的星巴克品种最丰富的一家店 还有许多店铺限定的蛋糕 因为今天天气非常暖和 然后外面没什么人 那我们就跑到外面来了 就像一个花园一样 我买的这一杯叫做白巧克力拿铁 然后你的这一杯是 白香果巧克力 然后我们先来喝喝甜 好 我的第一口下去喝到的都是上面的奶油 可以吃到一些它上面撒的那个巧克力 我撒一些奶巧克力 然后上面就是奶油 就还好没有什么味道 目前没有什么味道 对,你呢 要不要嚼它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杯壁上面是有 这个是白香果吧 黄色的 对,应该是白香果 我还是觉得 不甜 但是我觉得巧克力味道比较重 好像就跟一般的巧克力的味道 好像没有喝到白香果的味道 没有白香果的味道 巧克力的味道 就是巧克力的味道 对 然后你这杯觉得怎么样 嗯 没有想象中那么甜 对,它意外的不甜 对,它意外的不甜 因为它是白巧克力 我认为它会蛮甜 会很甜的 哦这杯 哦,等一下 它有出来了 他出来了 他出来了 有酸酸的感觉了 要喝喝看吗 有了耶 有了耶 它喝到蛮 一净的程度 它才会跑出来 有可能是因为它这边 但baby上面的黃色它化了 融進去了 我覺得如果五顆星是滿分的話 甜度大概幾顆星 越高是越甜 三顆星吧 三顆是吧 但是白香果有帶一點酸酸的感覺 所以它是算酸甜酸甜的 有吃到初戀的味道 我覺得我的這杯 白巧克力拿鐵大概也是三顆半 驚喜程度 五顆星我打 四顆 得到這麼驚喜 出戀的味道 因為它是到後面會讓我驚喜的 一開始就是比較平淡 平淡還好到後面就 驚喜 然後我的這杯 我應該只會打到兩顆 因為它真的主要都是 拿鐵的味道 普通星巴克的拿鐵 所以沒有到那麼大的驚喜 大概兩顆星巴克會給 最後我們會評一個推薦指數吧 五顆星的話也會推薦幾顆 三顆 三顆 就是因為白香果巧克力 是一般市售就是比較難買的到 可是我個人也沒有說 很喜歡白香果 我不知道就還好 會說很推這樣子 就普通 普通推 我這杯會給它兩顆半到三顆吧 因為剛才我驚喜程度達的 不是很高 大概就兩顆半的樣子 主要的味道就是咖啡拿鐵的味道 但是如果你只要喝一般的咖啡的話 那為什麼你就不點正常的咖啡 其實就夠了 是吧 所以推薦指數的話 我們沒有到那麼推薦 大概兩顆半到三顆的樣子吧 對 但是大家也是可以試試看 畢竟就是限定品 對 室外很大 很適合在有陽光的時候 在這裡放鬆喝下午茶 這裡也是很多日劇的取景之地 有沒有覺得眼熟呢 展望台處還能眺望到遠速的街景 店內也有很多星巴克的周邊產品售賣 更有東京的城市限定馬克杯 謝謝你看 最神經典琴 我們很多人都認識說 這些音樂 那 Thank you 等等